一次在新北桃源高雄 三个新闻连线点的记者 来为我们说明最新的 这一个现场的状况 我们请在新北乌来区的记者 Navu 请说 目前记者位在 新北乌来区 蔡马信的竞选总部 这里开票已经开了一段时间了 而现在票数也一一的出炉了 就在蔡马信竞选总部这里 也统计了这个相关的票数 我们可以一一来看到 现在来看到周首信的部分 我们先来看到在这个福山地区 是开出了198票 这是由蔡马信竞选总部来统计的 而在这个新闻的地方是166票 而在这个效益的部分 则是开出了73票 另外来看到就是一样 另外第二强的就是 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蔡马信的部分 在福山是开出了204票的部分 另外我们来看到就是 这个在新闻的部分是103票 所以小出了60几票 另外最后是由这个 这个是效益的部分 蔡马信则是拿下了91票 是有些微的落差 不过呢 依照稍早的分析来看 的确呢 这次物赖区长的选情 就是蔡马信 周首信两人的那个双强对决 在张文杰以及陈胜财的部分呢 确实在票数上是有一些落差的 不过最终的这个票数呢 还是要以中选会这个 开票的结果为主 我们会持续问您做这个 连线的报道 以上是记者南部以及吴隆 在现场为您做的连线报道